字幕外 avez even mentioned earlier 大家好我是縖遠 今天我們所要講解是TOEIC 411-415的地方 給你掌聲鼓勵下 加油吼 好那我們趕快看一下是在411的地方 筆記拿出來把身拿出來 戴着你这些 要记得抄笔记了 OK 好 加油了 11 注意听 你看 听两个字 好 那我们看一下了 它说怎样子呢 第一个 myths 单子的地方 密是神话的意思 except 它展现了一个wilness 一个意志 一个想法 想要做什么事情 undertack 要执行这个journalist 旅程的 extinct 备受尊崇的 historical least relics 就是遗跡的意思 那就像金字台一样 engage 要从事怎样子 appreciation 就是崇拜的 欣赏的 provide mind 这深远的深度的expiration 探险 探索 你答案 听两个字 我们先把中文意思 把它解释一下 因为这个神话呢 没有被解开了 人们呢 要展现一个意志呢 要从事这个旅游 是怎样的到什么地方去旅游 这个备受春种的历史遗迹 就像金字台一样的 为了要做什么事情呢 来参与他们非常感谢 然后来探索 深远深度之旅的 所以你答案 听两个字 那重点呢 这个地方是在整个题里面 因这个密这个神话 它还没有被解开嘛 所以这个地方 它所讲的是solved 是解开还是没有解开 是没有被解开的 所以解开的要不能选 这个解开不能选 那重点呢 它是一个后卫修饰的 所以它是一个分尺来表示被动 过去分尺来表示被动的 所以用哪个字 unsolved 所以当然群体选珠 因为神话没有被解开 所以后面直接逝前的 你把题目看一下 那你说 好 我们把重要的单字 再把它复习一下 第一个 Miss 神话的 Except 展示的 Wellness 意志的 Undertact 进行的 Journeys 旅游的 Extend 遵从 被受尊敬的 Historical 历史的 Relics 以及的 Engaging 从事的 Appreciation 欣赏的 Profined 深度的 深远的 Expiration 探险 旅游 探索等等 可以了 请你把眼睛闭起来 好 我们自意的地方 最一定 好 接下我们听到 Engage in their Appreciation And profound Exploration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好 接下我们看到 422的地方 好 这一天 12的地方 422 好 我们听一下 声音的地方 听一下声音的地方 422 412的地方 来 这一天 Ever since viewing The horror film The anguished whale of the female victims Cry has relentlessly haunted my consciousness Persistently occupying the recesses of my mind OK 我们看一下 你看 看到了 这个horror 恐怖的电影 Anguish 痛苦的 Whale 大叫的 能看到 female 女性的受难者 这样子啊 resentlessly 持续的 haunted 徘徊在我的 consciousness 我的意识里面的 再给大家看看 persistently 持续的 occupied resex 这是 藏身的地方 在什么地方呢 藏身的地方 在我的mind 我心灵藏身的地方 好 你答案 你答案 填哪个字 好 我们把中文解释一次 他说 自从看了这个恐怖电影 然后呢 这女性受害者的尖叫的哭声 那这个大恐怖的哭声 大叫声 怎样 一直持续的 徘徊在我的意识里面的 持续站住 站住我心灵的 藏匿的一个地方 我心灵的 深处的 应该可以这样解释的 所以你答案 听了个字 那你很清楚啊 cry这个地方是一个名词 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形容词 比较符合提议的 比较符合提议的 应该是这两个字的 那应该是什么 这个你选 female victims 垂时的哭叫声 所以答案请你选 a 答应 你答对了吗 好 你把题目再看一下 可以了 好 那我们把 那我们把重要单字 再看一下 你看到 Viuvin 看到 horror 恐怖的 anguish 就是很害怕的 well 叫声 bemale女性 victim 受害者 resentedlessly 就是持续的 haunted 徘徊的 consciousness 意识的 persistently 持续的 recesses 常立的一个地方 可以了 好 眼睛闭起来 我们把声音再听一下 试语 Ever since viewing the horror film the anguished wail of the female victims cry has relentlessly haunted my consciousness persistently occupying the recesses of my mind 看到好 好 那我们看到是在 413的地方 这一点喔 413 好 我们把声音再听一下 413的地方 in the country in the things 它显示出 in the things 显示出 provide 声源的 familiarity 熟悉的 manner 各种的 好 等于是 find throw out 各处的 fine state 浓舍的 所以你答案 听那个字 这也是一个分子构句 所以你看他主词是 jong 你看啊 jong如果他是长大的 他是一个主动的 这个地方 如果你要选猪的时候 要怎样 growing up growing up 那重点啊 jong 他如果是被抚养长大的时候 是brought out 所以答案请你选 答案请你选 c jong 他被抚养长大的 他显现出一个 非常熟悉所有种类的 plant 植物跟动物的 在这个龙舍 各处的地方 他对这些plant跟animals 非常熟悉的 所以答案请你选 c 好我们中文单词看一下 这个invents 显示出provide 深远的 familiarity 熟悉的 manner 各种的 throw out 各处的 found state 农场的 农舍的 brought out 被抚养长大的 好你把题目看一下 那接下来我们看 我们试一试上的地方 把它听一下 最近 听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四一一试的地方 好注意看啦 十一试 我们把声音再听一次 十一试 我们把声音再听一次 十一试 这个角色用的 emprise 博士 安是 表明一件 imprise 就是暗示什么事情呢 他就是一个commitment 承诺 assuming 承担更多的 Fother 哪个字呢 Responsibility 责任的 Means 他所指的 Edit的 加进来的 Duty 就是一个职责 还有Accountabilities 就是责任的 你当然听哪个字 我们把整个意思再讲一次 你看啊 如果你同意承担这个责任 他所暗示是一种承诺 要承担更多的责任 他的意思所指的 就是要承担额外的职责跟责任的 这边考你Means的用法 那Means如果是To 后面加言询动词的时候 是打算要做什么事情 如果后面所加的是一个名词 或者是个动名词的时候 他的意思是怎样指的 所以这个意思你看啊 前面讲这些事情 他的意思就是要 Taken on 要去承担额外的职责跟责任的 你答对了吗 OK好 你把题目看一下 那把我们把重要的 我们把重要单字再看一下 Consenting 同意 Undertake 承担 Rower 角色 Emprice 暗示的 Commitment 承诺的 Assuming 承担 Forder 更进一步的 接下来是 Responsibilities 责任的 责任的 Means 意思是怎样指的 Edit 加进来的 Duties 职责 Accountabilities 责任的 还有一个take on 这边有个take on 就是承担等等的 可以啊 那你把题目再看一下 OK好 眼睛闭起来 好我们听一次喔 试一试 Consenting to undertake this role implies a commitment to assuming further responsibilities as it means on added duties and accountabilities 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 是在四一五的地方 这一天啊 四一五 看一下四一五的地方 加油 好 我们把声音 给他听一下 四一五的地方 Upon the entrance of the interviewer into the room The man ascended from his seat with a deliberate demeanor meticulously orienting himself so as an elegant and reverential bow 好 你把题目看一下 你答案听哪个字 好 我们看一下呢 那个地方 我们先把单字看一下 entrance 进来的时候 interviewer 面试官 那呢 Ascended 就是起立的意思 好 那个呢 deliberate 就是一个非常慎重的 非常慎重的 那怎样呢 lindinor 的一种行为 一个风度的 meticuriously meticuriously 是很小心的 这个字出现蛮多次的 orient himself orienting oneself 就是调整自己的知识的 elegant 优雅的 revalential revalential revalential就是 revalential就是一种充满敬意的 爆 鞠躬的 那这些是呢 execute 它有两种意思 一个是执行的 一个是处决的 所以这个应该是执行一个一个一个爆 要去敬意的意思 好 来 那我们看哪 我们解释一下 你看哦 这个男人看到这个面试官进到这个房子的时候 他就从他的 ascended 从他位置站起来 然后呢 用一个很 很庄重的 很慎重的 medinor 就是一个行为 小心翼翼的 meticuriously 调整自己的知识 所以他可以做这个事情 so ought 能够做一个 elegant 还有充满敬意的一个爆 所以这个地方考你这样子 so ought 后面所加的to 再加一个圆形动语词 能够去做什么事情的 所以答案群里选 so ought to execute an elegant revalential爆 错 去执行 去做这个 鞠躬的 可以了 好 你把题目看一下 好 那么重要单子给大家看一下 entrance 入口的 interviewer 面试官 ascended 起身的 deliberate 慎重的 medinor 就是优雅 medinor是一个行为的 medicuriously medicuriously 小心翼翼的 orienting oneself 去调整自己的知识的 就像你看 elegant 优雅的 revalential 敬意的 85 鞠躬的 还有一个 execute 去执行这个事情的 可以了 好 接下来我们把 415的地方 再听一下 眼睛闭起来 415加油 upon the entrance of the interviewer into the room the man ascended from his seat with a deliberate demeanor meticulously orienting himself so as an elegant and reverential bow OK 我们刚才听到的是 411到415的地方 嘿 请你要记得 按赞 分享 开启小铃铛 哈哈哈 台词应该更熟一点点了 你加油了 相信你的考试一定可以过完的 学策 TOEIC 一定可以达标的 好 我们加油了 拜拜 再见了 同一个